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昨天美国股市有稍微做个反弹 甚至目前以美国的棋子盘后是上涨的格局之下 预期这一两天可能美国股市有机会 渴望做个短线提升反弹 所以我想台股就如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头这么说讲的 在上个礼拜大盘的加全指数跌将近400点之后 短线当然有机会在这边稍微做个反弹 但是如果当国际股市趋势都目前还是往下看的过程当中 国际股市目前都只有短线的跌升反弹 但是整个国际股市探底甚至破底的危机 一律还没有解除之前 请问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聪明的你 你觉得台股真的就有机会在国安基金 政府基金的一个护盘之下 独自的逆势的走高大涨波段大涨上去吗 还是这只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反弹的短线的几日 一日甚至几日的行情而已 所以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群指数的部分 我想所有我们股市群会的忠实观众都很清楚 之前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7500点上下附近 告诉各投资朋友 这个盘要做一波强力的终极反弹 那为什么之前在这边告诉大家 有机会做一波强力的终极反弹 因为这边最近就是毕竟是以季线的怎么样 负乖离过大 那我们说过了 在空投市场里面 通常架构是在哪边 跌太深跟季线的负乖离过大的 一个机会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终极反弹 好 那这一波的上海过程当中 我想各位亲爱的投资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并不是死空投 我们并不是像其他空投专家 从整个7200 7500 7700 7800 沿路空 空到整个8400多点 对不对 这一段很多的空投专家 指数倍高了1000多点 很多空投专家 在低档放空的个股 平均到这边为止 这一波的一个强力的终极反弹 被嘎空平均被嘎空的三成左右 但是我相信 其实我们跟其他专家 最大的差别在哪边 第一个 我们不是死空投 对不对 我们在低档 我们知道要做一波强力反弹 所以我想我们在当时 8月15号开始 是在低档 告诉高投 这盘要做多 这些标的我相信 其实你只要过去是我们中时观众 你几乎都耳熟人详 而且很多的标的 我们要嘛不是公开的 直接的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 不然就是在怎么样 在所举办的活动里面 跟你做一些分享的标的 那我相信这是从之前 7500点以来 我们带着各位亲爱的 做多上来 好 那我们说过了 我们既不是死多投 我们更不是 我们不是死空投 之前空单被嘎了1000多点上来 对不对 个股被嘎空 嘎了什么 嘎了三成左右 这是死空投被嘎空 我们低档顺势操作 做多上来 但是来到整个这一波的高档区 你会发觉 很多的死多投 就是沿路可能一年365天 不管国际股市涨或跌 不管台股涨或跌 不管台股是从1万跌到8000 9000跌到8500 8500再跌到哪边 就算我说真的 哪一天万一台股真的 类似欧美股市下去探底 每天喊多 每天带你做多专家 他还是天天带你做多 这个叫做死多投 那你很清楚 或许在一个反弹波的过程当中 或许在一个多投市场里面 你跟着只会做多专家 或许赚得到钱 但是万一 在空投市场里面 万一 就像之前 这一波从7500 谈到8500点 也许你跟着其他专家 跟着我们来操作 都一样做多会赚得到钱 可是未来的差别会在哪边 当这大盘加捐指数 从8500开始反弹结束 反转下去 台股准备 慢慢地跟随着欧美股市 国际股市下去探底 打底甚至破底的话 那请问各投资朋友 你之前做多上来 如果你不懂得在高档 建好就收 你不懂得在高档 获利了解的话 你不怕 这边之前赚上来的 现在又准备 零本带力吐回去吗 你不怕你说你之前 就算这一波 你之前从7500上来 你没有抢反弹的 你手上有股票投资朋友 好不容易这一波从7500点 谈到了8500点 谈了1000点以上 甚至从7200谈到8500 谈了1300点 你的手上股票 我想或多或少 之前最平均都可以谈三成 甚至四成五成以上的 那你谈了三成成 四成五成的标的 好不容易谈上来的 你的财富已经怎么样 回升了 你已经减少很多的亏损 可是如果你不利用 这次的风级反弹结束 你再高档卖股票的话 你打算你手上股票 之前抱上来 从7200报到8500 你打算再从8500 再抱到8000点 今天来到8000附近 再抱到什么 7800甚至再抱到更低点 如果你是这样的投资朋友 你不觉得你都会错失了很多 在股票市场 让你反败为胜 甚至是财富重分败的一个 大好的机会吗 所以回过来谈到的 整个大盘加均指数的部分 我想之前7500点上来 我们带你做多 是不是 但是来到高档区 我们当时讲过 不论从一个技术面 季线的反压 上涨的过程当中 看到的是明显的价量背离 这是价量背离波 甚至整个缺口理论 我们跟头什么讲 这叫绝境缺口 这叫什么 涨势的一个末端 所以当出现这个 捷径缺口的时候 我们是开始在8400多点 接近8500点附近 建议哥投资朋友 获利了结 落袋为安 对 把所有手上的多单 把所有手上这一波 从7500点上来 做多上来的多单 全部在这边 获利了结 那我们在这边 获利了结的时候也讲了 季线之上留给别人赚 未来也留给别人套 你会发觉 这一波大盘指数 已经回了多少 已经回了400多点上来 而且当时我们不断从技术面 也从一个基本面的角度 跟投资朋友谈到 整个目前的景气是不好的 甚至再从一个国际股市的角度 来跟投资朋友分享 如果导播可以的话 帮我们带一下 整个台股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分时走势图一下 那个 抱歉 帮我们带一下 整个欧美股市的一个走势 第一个 先看一下美股稻穷的部分 来 帮我看到 你会发觉 有没有发觉 稍微缩小一下下 美国稻穷 这一波是慢慢下来探底的 好 那是打 这一波 你看 最近这几天它是相对 美国的K字股很弱势 几乎天天跌 然后美国的费城半导底 对不对 也是下来已经反弹倒计线 都是跟台股差不多 谈倒计线下来的 是不是 甚至美国的 S&P500指数 美国的S&P500指数 在前天也是逼近 破底的一个边缘 那我们来看一下 欧洲股市也是这样 你看 德国股市 德股已经破底了 有没有 德国股市已经破底了 英国股市 对不对 也是逼近前波的低点上下附近了 对 法国股市也都是一样 有没有 法国 英国的指数都是一样 那如果当国际股市 我刚刚讲的 除了技术面 纪线上下压力重重 除了从基本面 我们GDP保育可能今年都有点问题 否则央行干嘛在上个礼拜 宣布降息的动作 对不对 再从国际股市告诉你 台股都往下再做探底的动作 所以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跟投资的分享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想其实 或许每个人在做股票 不然我们是都一样 能难免都有误判行情的时候 能难免都有看错的时候 但是我说 当你自己 如果过去这几个月来 你让你自己 错过了万点 错过了九千点 卖股票的投资朋友 我说你千万不要再错过 这一次的终极反弹结束的一个卖点 千万不要再让自己后悔一次下去 对不对 那我们回过来看到 整个大盘加群指数 我相信其实大家就很清楚 最近大盘加群指数已经怎么样 已经从高档下来 做一个震荡整理 回了将近四百多点下来 好 那我们之前 也一直跟投资朋友 讲一个非常重要观念 我说怎么样 来 之前从七千五上来 我们要留意的是 低档转强的一个什么 买进讯号 那从整个上上礼拜五 在八千四百八十八点的时候 我们开始跟投资朋友讲 现在已经谈了一千三百点了 谈了一千三百点 没有的时候 什么叫低档转强的股票了 因为很多股票都谈了 三成四成五成以上了 对不对 那你要留意的是 这一波反弹结束 高档转弱的什么 一个卖讯的一个浮现 所以从最近的这段时间以来 你看我们帮各投资朋友 谈到的一些股票 这些股票 是不是一支一支的转弱下来 而且你会发觉 类股族群 先反弹的 之前先反弹的 已经先反弹结束 下来做探底打底了 包含导播可以话 帮我们带一下 3008的股王大力光 你会发觉 就算今天大阪指数反弹 大力光一样收藏黑 几乎收在相对低档 甚至回快看K线图 有没有很清楚看出来 连大力光 稍微缩小一下 大力光都要下去探底破底了 对不对 如果连股王都要下去探底 甚至有搞不好会破底的疑虑存在 各投资朋友 你觉得台股会独自大涨吗 会因为今天的开低走高 就从此8181 8200 8300 8400 8500 8800 9000再上万点吗 如果你是这样子想投资朋友 如果你是因为 今天短线的跌生反弹 你又误以为 多投 重新掌握发球权的投资方 我会为你未来感到忧心 所以除了这些股票之外 我想我们在跟头中 谈到这些标的 你看看华雅科 这些弱势的族群都已经开始出来了 第一档带你做多 对不对 指标翻多的时候带你做多 谈到这边 谈了三十几% 我们来这边告诉你 这样不要再卖了 从那个时候来到24块2的华雅科 几乎天天在节目当中 告诉头中 这个季线是下弯的 所以这是叫做假突破 假突破会正式的拉回整理 而且包含在整个华雅科 我想之前在整个指标 也在高档出现怎么样 留意指标在高档出现转弱的 脉迅 有没有 这是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跟你讲的 华雅科 其实今天盘中都跌到19块多了 那如果华雅科为什么会跌 大家都知道 原本预期第四季的低论报价有机会反弹 因为大家想说苹果出新机 应该会带动记忆体的需求出来 结果 至少到现在已经9月底了 至少到今天已经9月底了 低论报价不仅没有反弹 而且已经预估10月份 至少第四季刚开始的10月份 低论报价还要持续在做下滑动作 第二个族群 你看到的是怎么样 面板的相关族群 也都是一个这一波里面 相对的一个弱势 所以你看到整个面板的族群里面 相对弱势的一些标的 来 导播可以帮我们带下 像3481的群创 对不对 你看这一波已经从11块多 看一下K线图 已经跌到10块出头 也跌了十几%下去了 2409有打 你看都已经跌下来跌破10块钱了 甚至包含在3051的利特 你看今天又是一根长黑 再创下近期的波段 心低下去 对不对 那如果说谈到整个面板 这些族群会下来 来 你会发觉 我为什么刚刚一开始跟头之后 谈什么 先反弹的标的 提防 而且不要说提防 是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怎么样 开始反弹结束 向下做个探跌动作 已经开始往下做探跌动作 包含你刚刚看到的低论 刚刚你看我们提到的面板股票 对不对 有达群创 利特 甚至包含在整个3034的林勇 这档驱动IC 面板的驱动IC的这档标的 林勇 你看短短这段时间 已经从122 到今天 已经跌到102 你看就算今天大盘指数反弹 导播可以帮我们带下3034的 林勇的分时手势图 今天仍然持续 收中长黑 跌了将近4%左右 跌了将近4%左右 那你看短短这一个多礼拜 当我们在8500点上下 当我们在季信上下附近 建议你卖股票的时候 你会发觉反弹到季信下来 它已经跌了20块 它已经跌了16%下来了 对不对 而且谈到林勇这些标的 你会发觉我们在上个礼拜 是不是 为各个投资 我们是不是在上个礼拜 为了避免各个投资朋友 在中秋节过后 在未来国际股市 甚至台股短线反弹完 听清楚这边是一个短线反弹 反弹完 在当各股 台股或各股 再下去探跌过程当中 我们说我们真的不希望 各个投资朋友 有任何手中股票再去套牢 还记得我们跟投资朋友说 我们发起了一个 向套牢说不 拒绝股票再套牢 因为唯有在这一波 回档过程当中 你手上没有任何股票 套牢的投资朋友 你接下来 当这盘下来探底打底 结束之后 你才有满手的现金 再低档大买股票 你才有机会 成为股票市场 下一波的大赢家 让你真的有机会 在股票市场反败为胜 来 这份那时候我们刚才讲的 上个礼拜跟投资朋友分享的 提供给大家的这份 高空谈跳股 你会发觉 利特今天是不是沙场黑 连勇今天是沙场黑 股价也都是逼近前波的 低点上下附近 那除了这些标的之外 你再看下去 我们在最近跟你提到的 这些标的 从整个之前连 华雅科 甚至巴胺在台药 6274的台药 也是在高档出现卖讯 你看光上个礼拜跌16% 2454的连发科 低档带你做多一趟 对不对 高档出现卖讯 280 跌到230 跌了将近50块下来 也跌了17% 当然跌到前波的低点上下 他会有机会做短线的跌生反弹 但是这个反弹 只要没有确定这边是底部之前 这个反弹 你都不要乱去抢 万一这边反弹完之后 像德国股市一样 碰到前波低点上下附近做反弹 反弹像德国股市一样 可以下去破底你怎么办 对不对 甚至包含在康普 光上个礼拜 一个礼拜跌掉将近20%的标的 好 那这些标的跌完之后 我们想 我们也该跟投资们谈到的这份资料 对不对 这是我们在 这份研究报告 对不对 瑞宇 联永 利特刚谈完了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一波谈到IC设计 不是只有联发科在漏而已 所以这不是一个特例 这告诉你是 但是这个族群 这个因为大陆的红色供应链的威胁之下 你看到的联发科下去探底 你看到的联永下去探底 你甚至看到的是2379的瑞宇 这些高票 我们之前这一段的反弹 我们有没有带你做多 有嘛 你都知道 接近这波反弹 说过 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死多头 但是我们更不是死空头 反弹多 我们带你做多上来 但是这一波的下来 我们再度带你避开 你看短短这一个多礼拜 已经对60几块 落下来算50几块了 是不是已经跌下来了 那你说如果很多投资保 这个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嘛 如果你手上有很多股票 有瑞宇的 有联勇的 有联发科的 有华雅科的 有康普的 有大力光的投资朋友 这么多股票 就算你之前高档没有卖 难道你希望你现在股票爆上来 你希望你现在手上的股票 是这样爆上来 现在再爆下去吗 爆上来再爆下去吗 这是一种 第二种 是怎么样 最近开始 谈了1300点 来到8300 8400 8500点附近 甚至这个礼拜拉回过程当中 很多人 才开始进场去抢反弹 这段 没有跟怎么做 才在这边开始进场去抢反弹的人 你希望你是买在整个反弹结束最高点之后 股票下去探底破底 对不对 那你看 包含在整个金融股 对不对 我们在上个礼拜 今天你要小心的 整个金融股现在是下来 导播客要帮我们带下2881的富邦金 上个礼拜五杀国泰金 今天轮到杀富邦金 国泰金富邦金 你都知道 这就是金融股最好的股票 再来LED 金电 你看今天大盘指数 就算弹了四十几点上来 又怎么样 今天金电又是一根长黑 对不对 之前这一波LED 我们带你做异光上来 高档又告诉你 金电转弱下去 你看从30到今天25块多 也跌多少 15%下来了 而你会发觉很多的股票 其实都在我们事先 就跟投资朋友讲过了 在上个礼拜 为什么跟投资朋友讲 你要特别注意这些 所谓的高空弹跳的股票 我在上个礼拜 非常用心良苦的 普口薄心地告诉投资朋友 我说其实 照理讲 我现在我们的家族成员 是空手 我们现在手上 只有避险的空单在 而且你也知道 我们避险空单 这波下来是少数市场上的赢家 我们7500做多 8500逢高卖 并做避险单 那现在指数 就算今天反弹 也还不到8200点 我们是赢家 但是我们是赢家 过程当中 为什么 我要花这么多时间 提醒大家 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 好言地相劝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唯一 我只有一个想法 一个目的 我希望各位投资 你跟我们的家族团员一样 可以避开这波下沙的风险 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都可以从今天开始 从明天开始 你都可以不要股票再套牢 你不要这些高空弹掉 所谓的高空弹掉 你都知道 股票会怎么样 会这样子 高空弹掉不是这样子跳吗 会往下暴跌的标的 我说这些股票都会陆陆续出现 你看今天大阪就算弹了四十几点上来 这边还有这么多股票 还有股票我没有先盘 也不是没有跌 你希望你的股票往下跳水吗 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愿意希望 手上股票跳水下去 那我讲过了 我说过了 就算你不做避险空弹的投资朋友 都无所谓 但是你至少 你只要你手上有多单的 你现在手上还有股票投资朋友 哪怕你是今天才去抢反弹的 哪怕你是上礼拜抢反弹的 哪怕你是之前从万点报下来的 或者你是这一波从七千两百点 抢反弹做多到八千五百点的投资朋友 我都觉得无所谓 重点是如果你手上还有股票投资朋友 你要想的是 如果这些股票已经开始跳了 接下来这些股票在跳的时候 会不会是你手上的股票 你总不希望你手上的股票是 可能明天要往下跳的股票吧 可能是礼拜五要往下跳的股票吧 可能是下个礼拜要往下跳的股票吧 所以 如果你认同我所讲的 当国际股市在向下探底的过程当中 台股不可能独自大涨上去 有时候撑板只是一时 但是没办法改变未来一个整个 一个大方向趋势的话 来 向套劳说不 我们一起向套劳说不 我们一起拒绝 让自己手上的股票再套劳下去 针对这活动你认同的 你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 详情看待会的节目中的广告 好不好 谢谢 好 等一下还有更多的分析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轮远投顾认真负责专业 结成为您服务 服务专线 02 23219933 23219933 今天放松一点 今天安心一点 照顾工作需要喘息的空间 在台湾 失能人数不断升高 能照顾的人却变少 推动长期照顾保险 才更有力量守护家人 给每个家庭最好的保障 日本专利设计 316不锈钢精致 台湾公房 316不锈钢保温瓶 坚持做最好的湖 许多时刻为了安全 我们都会使用两只手 那么在行车的重要时刻 单手骑车抽烟 很危险 开车抽烟造成烟灰 火星飞散 先生 你开车吸烟 已经影响到他人 开车 骑车 烟不离手 危险倍增 抽烟影响他人及行车安全 可检举开罚 买就送 是的 太和公房周年庆 既然买316保温瓶 买大 送小 清巧好用 快来太和公房 好礼销售哦 备战2016领域奥运 亚洲精英齐聚台湾 15国选手进一轮较劲 2015台湾杯国际自由车 场地经典赛 邀您一起为中华队加油 买就送 是的 太和公房周年庆 既然买316保温瓶 买大 送小 清巧好用 快来太和公房 好礼销售哦 欢迎来到股市群会 现阶段选股应该要怎么 掌握哪些原则呢 信杰哥 我想其实如果这个行情 叫做轮流反弹 之后轮流反弹结束 在轮流下去做探底 甚至破底一个疑虑的存在 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这边操作很简单嘛 就是轮流掌握 轮流反弹结束 高档转流卖性的股票 怎么做 轮流高档 放空避行下去 轮流高档 放空避行下去 所以谈到这边 今天大家投资报所关心的股票 这些爱惜设计的股票 你会发觉 群联也是一样 当一旦我们的软体指标 高档出现卖讯 你看这波的群联 也是一样 类似联发科 类似联勇 都已经下去探底了 那联勇 我们刚刚已经上半场已经讲过了 你看高档出现转落卖讯 这波已经下去做探底的动作了 当大盘指数还在接近8200点 可是你会发觉 已经很多的股票 已经率先转落 特别IC设计 特别在低论 在面板 甚至在大立光等等股票 都已经事先转落下来做探底动作 而你很清楚 低档我们会带你做多上来 高档我们带你怎么样 开始避行下来 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边会未来是个轮流反弹 轮流反弹结束 轮流下去探底的话 我会必须跟投资者讲的 这个高空弹跳股 现在只是第一批 第一批 从高档转落 指标出现在高档出现转落的标的 那我希望你能够避开这些股票 而且不是 这我刚刚也讲 这只是第一批 未来搞不好这几天 当大阪指数短线反弹结束 搞不好会有第二批 甚至第三批 在高档转落 准备开始跳水暴跌的一些股票 会陆陆续出来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股票投资朋友 你希望你的手上股票 不是这些已经拆高档转落的标的 如果你手上股票你想避开 可能会从高档会跳水一些股票投资朋友 这一份非常宝贵的研究报告 我们今天继续提供给各投资朋友 来 向套牢说不武的活动 拒绝股票再套牢 如果你不想有手上股票再套投资朋友 请你今天务必看一下 待会节目过后的广告的活动 好不好 谢谢 今天股息群会感谢你收看 更多的分析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